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这一次来香港 是我第四次了 看来我和香港的同修们比较有缘 来了以后 佛陀教育学会的同修 安排我要和大家 再焦虑一下学佛的心得 我得遵命 上次我来我说了 我到这我得听这的 如果我不听话 下次该不让我来了 和同修们就没有缘分了 所以让我交流就交流 让我分享就分享 今天是第一讲 第一讲的题目呢 刚才大家看了 总的题目叫 惠海十倍 小的题目 叫闲言杂语 闲言碎语都可以 为什么确定这么一个大题 惠海就指了 佛法的大海 我们到那里 去找点宝贝 我们不人人都喜欢珍宝吗 那这个珍宝 是无以伦比的珍宝 所以我们就到惠海里 去捡一点宝贝回来 为什么今天立的小题目 叫闲言杂语 它 我可以简单地跟大家 说说这个姻缘 因为这一段呢 我基本属于隐居状态 同修们的反响 很多 意见也不一致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所以我就想 第一节课呢 就把这些问题 向大家做个交代 一年多的时间 按同修们的话说 也逮不着你了 你跑哪去了 你猫腻这么严实 那我得向大家汇报汇报 既然我现在来到香港 我得有个交代 让大家知道 我在干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 闲言杂语 那我就分这么几个方面来说 那就说 闲言杂语之一 这个题目就是 我为什么要隐居 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从去年的春节 正月初一 师父在网上 讲我以后 我就成了名人 所以呢 那一段时间 就非常忙 去拜访的同修们 很多很多 有的同修说 刘老师修成了 他怎么还吃饭呢 说他都修成了 他怎么还累得慌呢 师父把他说得这么高 他怎么还有起心动念呢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把我想的那么神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 我就是认真念佛 我今生想了头生死 这是个不变的目标 除此之外 我和你们什么区别都没有 因此不要把我想的那么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需要吃饭 我也需要休息 我也有起心动念 如果现在我面对你们说 我说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一点起心动念没有了 那我是打大妄语 我是骗你们 我这一生如果说有一个优点的话 就是我不说谎话 我不愿意欺骗人 我也不愿意欺骗我自己 仅此而已 所以说我这个隐居呢 我这一次就要跟大家 有个交代吧 我是今年的 去年的10月15号 离开哈尔滨到广州的 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 应该说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基本上就是闭门谢客 在广州呢 广州的护法局势 护士的也很好 我住的地方也是保密的 我和外界也不联系 在广州我是住了整整六个月整 一天不差 在这个中间 我只去了一次吴卓安 因为吴卓安的法师 还有我们定红法师的旧父 再三邀请我去 跟大家见见面 后来我想老人家 说的那么诚恳 也不好回绝 那就去吧 所以我在广州的六个月 我只去了一次吴卓安 和大家见见面 除此之外 我没有去任何地方 这是这六个月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和师父一起去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 我们是12月29号吧 是30号启程的 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1月15号了 回来以后 我又继续住在广州 从广州回到哈尔滨 是今年的4月15号 回哈尔滨的时候 哈尔滨的同行们 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所以从飞机场接我 直接就把我送到 那个秘密的地方 本来我就不认到 拉着我 我说这都是哪儿啊 转来转去的 因为是半夜11点多到家 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还怎么泄露了 这个秘密也没保住 我到家是 大约得是半夜12点左右吧 就是我的新家 新的居住地 第二天 我姑娘过来就跟我说 说妈可了不得了 我是整着了 你昨天晚上半夜到哈尔滨 今天早晨5点多钟 有军事就上我家去敲门了 因为我呢 我现在 原来那个家 我姑娘和姑娘在哪住呢 我姑娘说一开门 问干什么 说你妈昨天晚上半夜回来了 我们想见见 我姑娘说 怪不得你 坚决不回汉水路 我说这回你领教了吧 真是不行 所以到现在为止 汉水路那个家 我基本没回去 前几天要办一件事 去待了半个多小时吧 我一进屋 我姑娘就跟我说 妈呀 你回来得太及时了 我说怎么的 他说你要再提前十分钟 有个老居士拎着豆油 拿着纸条来找你 非得要见你 我说那你怎么把他劝走了 他说我告诉他 我妈妈不在这住 你在这等 你也见不着 老居士非常难过 最后我姑娘说 很对不起 说你看大老爷 你把豆油拎来了 那还得拎回去 我姑娘和姑娘 也没收他这个豆油 跟老居士 谈的还比较融洽吧 说老人家就这样就走了 我跟大家说这些 就是什么呢 这个隐居呀 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也不是说 为了我自己 我就想猫起来 我想闲着 我想养养我自己 没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我同意 隐居呢 因为师父上人 给我的任务 就是让我给大家 做个好榜样 对这个问题呢 我确实是认真思考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随到那么多同修 他们在我这 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那我究竟要给大家 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 我现在跟大家 开玩笑的说 我说我这榜样 是肯定得做了 不做是不行的 但是究竟是做个好榜样 还是做个坏榜样 那我就得掂量掂量了 当然我想给大家 做个好榜样 我不想做坏榜样 我要是给大家 做个坏榜样 我对不起 释迦牟尼佛 我对不起师父上人 我也对不起全国 包括世界各地的同修们 所以我必须得 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那这个好样 得从哪几方面来做呢 我想这三方面吧 第一方面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 做好人的样子 你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做佛 所以第一个样子呢 我就想我要给大家 做一个好人的样子 做什么样的好人呢 做人要正 这是我给我自己制定的一个标准 第二个好样子呢 给大家做一个学佛的好样子 这个佛 这个佛究竟怎么学 第三个呢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成佛的好样子 你好人也做了 佛也学了 最后你成不了佛 你没给大家做好样子 最后这个样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这三个目标 所以我这三个目标呢 在我心目中 我就想 这就是我给大家做好样子 三个标准 为了达到这个三个标准 我想我必须得静下来 你想你比如说大海 它很深很深 它的海底是什么样 如果我是一棵草叶 一个草棍 我要在大海里 它只能浮在大海的海面 那个海底的深处 究竟是什么样子 肯定不知道 我要想知道海底的秘密 海底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必须得沉下去 我得潜到海底 我想学佛也是这样 如果我一天静不下来 沉不下心来 导致的是什么结果呢 我什么也干不成 那就是还像我去广州 以前那一段时间 整天就是接待 迎来送往 弄得我吃不上饭 睡不上觉 连续掉体重 掉了17斤 所以那次我来香港 大家一下子就发现 哎呀刘老师怎么这么瘦 我说17斤 大概堆在一块也好大一块吧 这没有了 当然就瘦了 我这次来香港呢 比越来好得多 我从广州回哈尔滨的时候 体重是98斤 我现在体重是110斤 那就是说 我回哈尔滨半年 我长了12斤体重 平均每个月 递增两斤 应该是这个效果还不错的 这可能也是隐居的一个收获吧 我这一段隐居呢 效果确实是不错 我自己感觉挺好 同修们感觉挺好 虽然是很多同修不理解 有的同修千里迢迢 从全国各地奔哈尔滨 想见我 都没有见到 当时我和刁军师在一起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心里也很难过 你说有的老菩萨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了 从全国各地 还拿着礼物 到哈尔滨来见我 就是没见着 我们心里也很难过 掂量来掂量去 为什么还得坚持 我说咱们就得狠狠心 必须得让大家死了这份心 来到哈尔滨 见着刘局师 这样他们回去以后呢 就死心塌地 念阿弥陀佛了 他就不想着老婆哈尔滨来见我了 这样呢 我静下来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也静下来 我们双方都受益 如果成天忽忽的 我这边干不成什么事 大家老 玩哈尔滨跑 劳民伤财 尤其一些老菩萨们 从全国各地来 也确实很不容易 很辛苦 我也非常感恩他们 我深深地感受到 他们对我的那份真诚 那份爱 我不是说给我拿礼物就好了 你比如说有的老菩萨 从天津来 给我拿的十八节的大妈花 可能这是天津的特产吧 我知道天津还有狗部里包子 没拿包子可能怕坏了 如果要不怕坏 大概狗部里包子也拿来了 还给我拿了四双鞋 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 三十七一双 三十八一双 三十九一双 四零一双 他们说 反正这四个号里 总有一双 刘吉士能穿 你看 可见他们的一片苦心 真的我从心里非常感恩 还有的 从外地来 拿各种各样的家乡特产 因为这个 我跟刘吉士有个约定 我说 钱的问题一定要把住关 不要收任何人钱的供养 也不收物的供养 开了一个什么小口呢 我说比如 周围农村的同学们来了 拿点土豆 拿点柿子 拿点辣椒 豆角之类的 还有自己家里园子 种那个大白菜 没有农药 我说要拿这个的收下 我们就开了这个口 其他的不收 所以那么多佛友 从全国各地来 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有的居士 见不着我 难过到什么程度 就跟刘吉士说 你不让我见刘老师 我就死在哈尔滨 这可是个大事 你说来见刘老师没见着 最后死在哈尔滨了 怎么交代呀 我咋就商量 见不见 最后商量 结果还是不能见 如果这个说要死在哈尔滨 你见了 他回去宣传 你们一说要死在哈尔滨 刘老师就见了 这呼呼的都来哈尔滨 都这么说 怎么办 说这个还得拦住 最后呢 这个也没有见 反正 反正刁居士的任务就重了 得做说服工作 做化解工作 有的居士跟刁居士说 你转告刘老师 他这么做是错误的 这个刁居士都如实转告我 我说怎么说 咱们都耐心的听着 还有的居士 直接跟我说 你怎么回事啊 老法师给你讲出名了 你谁也不顾了 众生也不度了 跑到家里享受去了 我说是 你们这样认为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现在确实是在家里 有些我的老同事 几十年前 我六四年参加工作嘛 就那个时候的老同事 对我都非常非常不满意 就问你都干啥呢 你为什么不出来度众生 我说将来我做什么 你会明白的 那我现在我就想明白 我就想看你出来干什么 干点事 我说我会干事的 包括我的学生 我的同学同事 反正对我这个隐居啊 大家还是很有想法的 坚持到现在 我感觉胜利了 逐渐逐渐被理解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向那些不太理解的同修 尤其是全国各地 到哈尔滨去想见我没见着的同修 道歉 感恩你们能够原谅我 能够宽容我 让你们跑那么远的路 其中比如说宁夏的几个 局务室 带着寺院里出家师傅的亲笔信 到哈尔滨来见就这个也都给拦住了 所以这个这么长的世界 在哈尔滨 我现在回哈尔滨应该算算是七个月的时间了 一直是闭门卸客 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 很少很少有人知道 我对外没有联系电话 我不给外面打电话 所以包括香港佛特教育协会 和我联系都通过马居士 重要的事情 急的事情 他去给我转达 去传达 从马居士和刁居士住的地方 到我住的地方 坐公共车来回路上就得三个小时 很不方便 所以现在就是找我真是很不容易 最近又给我准备个地方 随时准备转移 我第一次出门 我回哈尔滨 我没经过请事 没经过调记事批准 我自己偷了溜出去了 我到哪儿去 到极乐寺去了 我去请佛登 因为我新去这个地方 没有佛登 我想这个事就不要麻烦他们两个了 我自己去了 到哪儿我就请 请了我就回来 没什么问题吧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跟我老伴说了一句 我说老伴 我去极乐寺请佛登 晚上七点钟我要不回来 你就发学人广告 那就是我找不着家了 因为这地方我先去的 我不知道路 这样我就去极乐寺了 去极乐寺我想上哪个屋去请呢 我就想这个屋比较大 它货很全 我进屋就请 请完我就走 大概就解决问题了 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 我一圈没转完 我就看好了一个佛登 我想请个单个的 因为我那个佛堂那个地方小 摆两个摆不下 我就想请一个读的 哎呀就看好了一个 我站那刚要看六七个居士吧 一下子呼呼了就把我搂住了 哎呀刘居士啊 太幸运了 我们怎么在这看见你了 我谁不认识啊 我说你们都是谁啊 他说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 啊 内蒙古来的居士在极乐寺碰见我 就高兴的这么样 这一抄抄谁也不买货了 买货的也不买了 卖货的也不卖了 就把我围上了 这个要照相 那个要照相 我心里想啊 我要请佛登了 请完我好回家呀 你们别老围着我了 那还还得很客气 很热情啊 人家见着你呢 像见着亲人 搂的搂的抱的抱啊 后来问我 那个刘先生你干什么来 我说我想请这个佛登 我就问那个卖佛登的 我说这个佛登多少钱 那个 也是个女居士吧 我估计应该是居士 他说刘老师 这个佛登 卖给别人是500块钱 卖给你是300块钱 就因为这刘老师 这个脸成了标签了 买灯都能免费200块钱 完了 我还没等回话呢 我身后一个老太太 也是一个老居士 就说哎呀 孩子呀 昨天我就想中这个灯了 我问你说500 我没舍得买 今天怎么 刘老师来 你就300块钱 卖给他呢 那我也买一个 那就我一想 那不行啊 你说这个灯 人家是卖500 卖给我300 这个老人家再请一个 自然也是300 那人家卖佛登 这一次就赔了400块钱 那我不能占人便宜 所以我就跟这个老人家说 我说老大姐 你先在这看看 我到其他的屋再去转转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我就离开这 我就不能请这个佛登 我不能让人家赔本啊 然后我就出去了 出去我就有点发懵 我往哪进呢 哪个屋没人了 我就这么瞅瞅瞅 一看那个吉乐寺 那个法屋流通处啊 他那个玻璃特别大 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 我一看这个法屋流通处 人少 哎呀 我想赶快上这个屋 请了佛登快点跑 我就这么想的 我就进了法屋流通处 确实是没有几个买货的 我看一个桌子后啊 坐着一个女同修 葛那儿好像拿个本来写什么 我就说我一看一楼 没有这个灯 我说同志啊 哪块卖佛登啊 他就看见我了以后吧 就把那小本也扔到桌上了 笔也扔到桌上了 从那个桌子就绕过来 一下就把我脖子搂住了 哎呀 刘老师啊 可看着你了 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啊 我是找我干什么呀 他说我们可想你了 所以这个君士我也不认识 然后他就说 你们快来呀 刘老师来了 这一招呼 没有几个卖货的 这买货的都招呼过来 就把我围上了 刘老师你干啥来了 我说我请佛登 请个单个的 你们要是没有单个的 千万别拆帮 拆帮了 剩下那个不好卖 我说要没有单个的 我就不请了 哎呦呦 叫一个男女士 快点去给刘老师找单个的佛登 那个男女士 马上就去给我拿了一个单个的佛登 那我都没有选择一对了 拿哪个就是哪个 说刘老师还想请什么 我说再请一个香碗 哎 再去给刘老师拿香碗 又给我拿了个香碗 我说还想请点香 但是香在楼下 我带你去 就陪着我就到楼下去请这个香 到楼下一看各种各样的香 他说刘老师我 我没卖过香 我不知道哪个好 我给你找个参谋 他就打了个电话 就来了两个参谋 给我参谋 买哪个香 拿一盒 又一盒 又一盒 拿出第三盒的时候 我一想 就这样吗 我说就这三盒 足够了 等我用完了再来请 完了就这样 我 灯也请了 香碗也请了 香也请了 我先这位 该痛快的往家回吧 他们都给我装好了 说刘老师我们送送你 我想你可别送我 送到大门外 那就糟了 那呼呼啦啦 后面跟着好几个人 那不引人注意吗 我说你们都在门里 不要给我送出门外 我自己出门 到底给我送到他们的门外 我说你们赶快回去 后来我就赶快走 走了 没有一会儿吧 三两分钟吧 我往前走的时候 到时候我手里还滴了这个兜子呢 后面一个男的 就这么一边回头 一边瞅我 他跟我是同方向的 就这么外边瞅我 我知道糟了 又认出来了 我也没吱声 待一会儿这个男的就是就说 你是不是那个刘老师 那我不能骗人家呢 我说是 他说我妈今天能看你的光碟 我也看 哎呀今天真是好 怎么在这能遇见你呢 一边走一边跟我说 我后来我要拐弯了 我说就到这吧 我得找车 我得回家 我对这边还不太熟悉 他说那好那好 那就说到这 他扭头就回去了 我说这回我就赶快奔车站吧 那一走上十步 对面来了两个年轻人 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男孩 看我的眼神 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就直了 我一下去想 又想又糟了 这肯定又被认出来了 我就装着没看着 不认识吧 实际我真不认识 我就继续往前走 到我跟他就说 哎呀刘老师啊 我挖你三天没挖着 怎么在这儿 见着你了 我说你 他就用挖的这个词吧 我说你干嘛挖我呀 他说我妈病重 要往生 人家都说刘老师 送往生送的好 能送极乐世界去 我就到处挖你 让你去给我妈送往生 他说我妈刚走三天 就是她见着我那天 是第三天 哎呀我说哈尔滨 有好多送往生 非常知名的局势 你到处挖我干啥 我说我还真不会送往生 就这样 这俩小孩就跟我 唠了一个半小时 说啥不让我走 就站在那个道上 唠了一半小时 后来我看天都要黑了 我说孩子不行 我得回家 我新搬个地方 我找不太准确 我得先把车找着 坐哪个车 能到那个地方 中间还得倒一边车 后来那孩子说 那刘老师你走吧 用不用我送 我说不用 我就这样 就是这一次 出了一趟门 去了一趟集合寺 回来给刁局日气的 冲我直发火 你经过谁批准了 你自己出去留的去 我说我没留的 我不是请灯去了吗 你请灯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去跟你请 我说这么点事 还麻烦你 从那以后 我基本就不敢出门 我住那个地方吧 有个大广场 我不能告诉你们 那个广场名 告诉你们就暴露目标了 好大一个广场 我老伴吧 老说 你跟我去溜达溜达 那个大广场 绕佛可好了 所以带着刘老师秘 咱们三个都去那绕佛 我就推了几次 我说不去 我说别让人 就把我认出来 他说我给你化化妆 那天给我化妆 戴个牙舌帽 帽牙那么长 告诉我往下拉 往下拉 我说那最起码 得把眼睛露出来 拉在下面 我眼睛看不着 给我戴个那么大的大墨镜 我也不知道 那叫什么墨镜 哎呀 一顿打扮 穿他的衣服 没穿我自己的衣服 他说你走道尽可能低头 别思外看 我说本来我走道 就不思外看 我说这回 他说你也别牵着刘老师秘 因为很多同修吧 认识我家刘老师秘 我说你领着的 但是半道你千万别喊刘老师秘 一喊刘老师秘也报了目标 这我们三个就去了 头一天挺好 回来挺高兴 他说怎么样 我给你化妆化的挺成功 没被认出来吧 第二天还让我去 我说就别去了 去多了肯定不行 咱去看看 咱去看看 又去了 到了这个大工厂 一个女的到个家就说 你是那个刘老师 那你说咋说 你说我不是 还能现在我在百国青龙四人 说你是不是那个 你认不认识那刘老师 我说认识 他说你怎么认识呢 我说那个是我姐 我俩是双胞胎 长得挺像 我三百个心楼梭 我是这么回答的 最后还让人家给我揭露了 揭底了 你说什么双胞胎 你就是那个刘老师 那咋办呢 这次所以我就 没敢再说双胞胎 我说是 哎呀 他说我们可喜欢听你的蝶了 我说老太太傻喝 竟然胡说八道 你们都分析着听 别给你们误导 他说明天你还来不来了 我说明天不来了 他说你咱们约个时间行不行 有那么多佛友想见你 我把他们带到这个广场来 见你面请你 我说不行不行 从那以后这个广场 我基本上我就不敢去了 现在呢 我绕佛就我一个 一个人 有时候带着我家留密 在我住的那地方 院子里绕 每天早晨我是绕三十圈 不像过去 我绕佛的时候 都达到三百来人绕佛 现在就我一个人绕佛 现在就是我住那个地方吧 我发现有人 跟我走对面的时候 仔细看 但是没有打招呼的 这个还挺幸运 所以现在你说 我这么说了以后 你们对我这个隐居吧 多少就能够理解点了 所以隐居以后 这一段呢 我可以如实地跟大家汇报 我真是没待着 我也待不住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干什么的 你学佛你就像个学佛的样子 所以这个 如果说弦言杂语之一 我跟大家汇报的 我跟大家汇报的是 我为什么要隐居 我估计应该是说的比较明白了吧 大家多少应该理解一点的 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做了些什么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汇报的 弦言杂语之二 隐居这一段时间 我在做什么 这个我也如实地跟大家汇报 第一件事呢 就是师父上人讲的 大经节演绎 我是从头到尾 跟着听下来了 如果我不隐居 可能这个我都做不到 我没有时间听 你就是 马军师把光碟给我刻好 我也没工夫看 所以这回这个隐居呢 就这个事 我就做的比较圆满了 我从头至尾 没拉课 有的重点的那个集 我能反复听个三五遍吧 大多数的 仅仅只听了一遍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收获 我自己很满意 如果不是这样 那六百集 师父讲完了以后 那我不说拉一半也差不多 我现在是没拉课 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听经 因为我这十多年 我受益最大的 就是听经 所以现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也是听经 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念佛 拜佛 绕佛 这也是我一天主要要做的 我现在呢 就是 念佛呢 是随时 在念 绕佛 是每天早晨 礼佛 是每天早晨 我还是像以前 那个做起时间 早晨 两点起床 先礼佛 三百拜 按照那个 礼佛三百拜的光碟 那个速度做 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三百拜完了之后 我是拜 静宗结药 这个大约需要 四十五分钟 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我是出去绕佛 围着我住的那个小区 绕三十圈 三十圈 大约是 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之间 这样时间 还是蛮充足的 回来之后 做饭 收拾屋 吃饭 收拾完了以后 大约 不到八点 这一切我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以后 我老伴 干他的事 他喜欢看电视 他看电视 他喜欢写字 他写字 我就回我的屋 去听经念佛 就是这样 我俩互相不干扰 所以这样呢 这个时间 我觉得还是比较紧凑的 这是第二个事 念佛 绕佛和礼佛 第三个事呢 是读书 我现在读 是哪些书呢 第一个 就是净土 大约结演绎 我现在手里 一共是九册 这个可能是 是不是香港通修 给诱过去的 我不知道大云 从哪收到的 给我拿过去了 一共是九册 厚厚的酒本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净土 大经节演绎 要选 四册 现在四册 全了 就是我这次来 有就是托 给师父带来的 那四本 这个要 要选呢 搞得不错 我看了 没从头之尾看完 我觉得这个 真是 就算节选吧 把一些要点 都节选出来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是第二种 类型的书 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师父上人的 学佛答问 汇编 一共五册 我现在在读这个 我这次来 来香港呢 是带了一册 那个要选 我带了一册 这个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 这是 我说的 我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读书 因为现在毕竟年龄 不摇人 说也67岁了 所以戴着花镜吧 看时间长了 就有点累的 有一天 我从早晨看到晚上 连着看了12个小时 第二天就把眼睛 看到什么程度 冒金花 你看房顶都转 我跟小雕说 我说雕说 今天不怎么的了 怎么 这这么迷糊呢 他说 那怎么回事呢 他就想想 我说 是不是昨天 我看书看多了 他说 你看多长时间 我说 我看12个小时 他说 那哪行啊 那你戴那个老花镜 你看12小时 那多累 所以现在我 改方式方法了 我穿插式的 我看一段书 一两个小时 我觉得眼睛累了 我就开始听经 这样就可以 闭着眼睛休息了 就是听经 和看书 给他交替开 这样就不累了 所以一天 所以一天连停 带看十来个小时 就不觉得眼睛难受了 嗯 这个挺好的 这是我做的 第三件事 那个读书 第四件事是什么呢 澳洲一个老居士 75岁一个老人家 他叫陈任兹 就是我上次来香港的时候 老人家给我写了一封 比较长的信 他信的中心内容呢 就是让我帮着他 物色几个上不起学的学生 他想资助他们 他就把这个事 这个老人家到现在 我没有见过他 通 是香港通 就是把老人家的信 转给我了 我想这是老人家 对我的一份信任 那这个事我得认真来办 所以今年八月份 前后吧 就是 调记是我们几个就去 物色这几个学生 老人家一共是拿了 五万元港币 兑换成人民币是 四万一千多块钱吧 所以我们就想按照这个 找几个学生来落实 当时我们想找四个 一个人一万 还剩一千多 完了看看谁困难 一波就完了 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呢 一看这困难学生 太多了 给我们 推荐了十一个 一共十一个学生 我看了那个资料吧 哪个我也舍不得 放下这个我觉得可惜 放下那个我觉得可惜 我觉得都应该资助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四万一千多块钱呢 分一分 最多的一个 分了五千 其他的基本是分四千 有一个是 现在是高中 高中生 明年考大学 如果不资助他 他这个高中就要辍学了 就就这一年 他就读不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零头呢 给这个高中生了 其他那个整数呢 就给考上大学的这些新生了 这个做为什么就比较费劲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捐到哪个地势县的 那个慈善机构 省事 我们把钱一交就完了 但是我们几个吧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一种妄念 就觉得不太放心 我这个意见 是我建议的 我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钱 落实到孩子手里 我看到他拿这个钱 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们这么做呢 相对来讲就麻烦一点 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钱以后吧 我们就是一一落实到每个孩子手里 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看到这些孩子这么难 这么困难 心里的那种疼啊 真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这时候我就想 哎呀那些很富有的人 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伸一把手 你比如说有一家 他是去年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了 今年又有一个考上了 那这两个必须选其一 要么就是去年那个辍学 要么就是今年这个不上 必须得舍一个 而且就留下那一个学费还都没着了 就这么困难 还有一个家长 带着他的孩子 去报道 如果去报道 能够在学校把贷款办下来 孩子留那都输 办不下来 把孩子领回来 务农 就是好几个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想 哎呀暂时 先拿这些 让他们解决 能够开学 能够报道的问题 有一个孩子 他妈妈带着他 他是考的成都音乐学院 我们送钱的时候 这个家长带着孩子 已经去成都了 但是手里没有钱 他这个就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在学校能把款带下来 孩子就留在成都 如果带不下来 就把孩子再领回 黑龙江 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听说 这个情况吧 就委托他当地的 一个同修吧 赶快的跟他妈妈联系上 告诉咱有钱了 把这钱迅速的 汇到成都去 这样就不至于 再把孩子再折腾回来了 就这些孩子 我看了以后 我就想 哎呀真是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 你看越穷 他越能考上大学 而且还能考上那好学校 你不让上 多可惜啊 那我们去 忽兰的那一家 是个女孩子 她是考的 大连工学院 大连工学院 可能在大连是比较出名的 我听说 家里就是他妈妈 没有房子住 借亲亲家的一个房子 那也就叫房子吧 一进去就像地洞似的 黑乎乎的 家里一片混乱 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这样 他妈妈高血压 心脏病 为了供他这个女儿念书啊 打了两份工 从早晨四点钟开始 出去打工 你看 这么一个有病的老人家 那不如是太老吧 最起码也是五十岁以上了 六十岁以内 大概是这个两个段的 你说这样一个病人 每天搭两份工 来供他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把五千块钱 给他留下的时候 他那种发自内心的感谢 你能体会得到 非常真诚 如果这个钱又送 他那个孩子报到的时候 需要交七千八百多块钱 这我们给他拿了五千 那两千八百块钱 他还得再点 这对他来说都已经很难了 这七千多块钱 对一个这样的家庭来说 那就是天文数字 真是天文数字 所以说 如果遇到这个事情 咱们大家能够帮一帮 可能就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辍学了 那肯定回家去务农 咱们不说务农不好 但是如果他出来 那多学一点知识 那可能将来为国家贡献会更大一些 从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多关爱一些这个孩子 这是我向大家汇报的 我这几个月所做的第四件事情 第五件事情呢 就是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去大连十天 去吉林十天 去青岛十天 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 在没去之前啊 没有什么太明确的目标 因为去大连呢 是因为我事先答应过大连的同修 我要过去看看 因为他们再三邀请过 所以我说话比较算数 既然我答应了 那我就一定要过去 哪怕我住的三天两天 我也得去 所以大连我去了 去了以后 我是住在一个山上 和外界也没来往 车把我们拉到这山里以后 我那次是带了七八个八九个吧 就我们这一波 在山上 那可真是静修 虽然是条件 不是特别好吧 跟城里没法比 那就是山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哎呀 我觉得这个山真好 嗯 他那个山啊 我们一看呢 就像一个卧佛似的 是羊脸的 脸朝上的一个卧佛 我们去了以后 第二天 是巧合 还是怎么不知道 对于那个山 他就放光 绿色的山 变成了金黄色的山 我们大家看 都挺开心的 登上大连 嗯 上大连后来 为什么又上了青岛 这就是刁局势许立院 因为 大连这个王局势啊 他是一个企业家 搞房地产的 他跟我们说 他说他包了一个山 就是我去的这个山 他说还包了两个岛 完了 刁局势 他说在岛上养的鲍鱼和海参 刁局势说 你你养鲍鱼和海参 那是杀生 咱们学佛的不该搞这个 完了他说那怎么办呢 刁局势说 嗯 找个时间让刘姨过去给看看 给归归一 这样就等于答应了 许愿了 等会我们到了这山 住了这不一共住了十天 连连带去十天吧 这个小丁又欠嘴了 又问人家了 你说你还有两个岛呢 那岛啊搁哪儿咱没看着呢 完了你说岛在青岛呢 你看山在大连 岛在青岛 我说你欠嘴吧 你说你去不去 他说那大家得去啊 那有众生啊 那得去给他做归归去 那没办法 青岛再去吧 完在去青岛之前 我又抽十天时间 去了一下吉林小鱼 那个刀场 又给他呢 待了十天 所以我这三个地方 加在一起 一共是一个月 到青岛去 主要是要给他解决 这个鲍鱼和海参归归的问题 当时去就这一个目的 没想到去了以后 这个事就复杂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纷纷要求超度 要求救把 就是这个你说你遇到了 你做不做 当然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思想准备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我遇到了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就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先是做了一个仪式啊 给这个鲍鱼和海参 包括海里的那些个生灵啊 都做了归役 这个做完了以后 可能是消息灵通还是什么的 就是这些众生 可以说海陆空大聚会吧 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 这纷纷都找上花草树木都开始 表发了 让一个老居士找我 跟我报告 老居士说明明你们自己去报告 他们说不行 刘老师那个护法厉害 不让我们进 他说那我也不给你报告 不报告就不让他睡觉 后来给他弄没办法 他说那行行行 我答应 明天早晨我去报告 这样就不打扰他了 就让他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 他就下来跟我报告了 我说对不起 挺奇怪 为什么今天早晨天那么黑呢 我就自己上山上去转了一圈 按道理那个地方我也很生 我不熟悉 那天没亮呢 那个是就是狠窄的道 极乐馆玩的 就是花草树木芦苇 就是这个 我自己去转了一圈 一边转一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不是啥意思 等我下了山 这个老居士就来我报告了 说昨天晚上不让他睡觉 让他找我 我说那我就知道 我为什么起早去绕山去了 去念阿弥陀佛去了 那肯定是 为这个 这个呢 后来 我该做的 我能做多少 我都做了 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吧 反正 很多很多众生 受益了 我 看不见 但是我能感得到 感觉得到 所以这次去青岛 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 回头来再想 我去这三个地方 都不是去留的 我从来不旅游 我不好热闹 回来以后 小丁跟我说 他说大姐 哎呀 这回才知道了 你上这三个地方 你都有任务 我说 当时咱们不知道 现在才知道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说 我这一段时间 你们放心 我没养着 我没待着 我在做事情 而且我觉得 我做这些事情 应该属于正事吧 这是闲言杂语之二吧 闲言杂语之三 应该立这么一个小题目 是当前最重要的两件事 这两件事是什么呢 概括就说 第一件事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解释解释 这个就叫自度 师父这两天 说了两次 念佛很重要 念佛很重要 说的一声音很轻 我不知道大家 住没注意 师父说了这句话 反彪就是跟我说了 他说师父有三句话 他听明白了 他记住了 我说那不错 重点让你给抓住了 因为这件事 确实是当前的最大最大的一件事 没有任何事再比这个事大了 但是一提这个话题 有些同学是不是觉得老生长谈 老说这个 那这个最重要 你不老说还不行 所以你就是啰嗦也好 我为什么起闲言杂语呢 就是我自己先把他戴个帽吧 你跟大家说这刘局是真啰嗦 老说这个题目 那我还得说 我说给我自己听 也说给大家听 如果有一个受益了 我也没白说 净土大经节演绎第232集 老法师有一段话 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 我把这段话记 抄下来了 我给大家读一读 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常常说这些话了 我不知道诸位 有没有能体会到 为什么我要常常这样说 我准备随时走啊 我要把真东西都说出来 人之将死 七言也善哪 为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了 三家号 八十以后天天可以走了 三家号 我没有机会再办学校 再培养学生的时候 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真正有福报的人 有智慧的人的话 听到之后 你们就知道以后怎么做法 等于我在这里头传授给大家了 我是把我的时间指定到明年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三家号 我到极乐世界 在那 在那面 等大家 三家号 这一段话 我不知道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第一点呢 就是 你注意到这段话 当你听232集的时候 这段话也没引起你的注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你注意到了这段话 你听懂了没有 听没听懂 听没听懂 第三个是 如果你听懂了 你应该怎么办 这几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考虑考虑 琢磨琢磨 如果没注意到 我建议大家把这张光碟拿出来 反复听一听 品味品味 它是什么滋味 师父绝对不会是 没啥事 随便说 是不是 我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 这片光碟 我是反复听了好几遍 在这里 我还想说 就是 第一个问题 不是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吗 它是自度 那现在我就要跟大家说了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自度 现在有没有把握 我过去说 你拿没拿到 网上极乐世界通行证 你拿到通行证了 你自己心里有把握了 那你自度就成功了 如果你自度没有把握 你网上极乐世界 就是个位置数 到这个时候了 如果 还是个位置数 确实是就比较危险了 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 是什么样的一生呢 是 体道 体会的体 是体道 悟道 得道的过程 道 就是那个道理 那个道 是体道 悟道 得道的过程 那你们衡量衡量自己 我也衡量我自己 这个道你遇到了 师父讲了53年了 讲这个道 你体道没有 你悟道没有 你得道没有 特别是最后这个 讲了53年了 这个道 不是没讲 你得没得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听了 胡里八嘟就过去了 你啥也没得着 那你还是灵 这是我要说的 第一件事情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有些同修说 现在说求生净土 还不是那么太迫切的 不迫切可就来不及了 我是迫切 我是今天我能往生极乐世界 我都不等明天 如果是有我的任务 让我多住几年 我听话 我就多住几年 没我的任务 我迅速回家 不要留恋这个缩婆世界 你不说吗 你缩婆不舍 极乐不得 那你还想恋着缩婆 你还想得到极乐世界 那是妄想 你必须得先舍 你才能得 这个缩婆世界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什么东西是你的 你什么放不下 你什么放不下 你赶快从最放不下的那个放 你放不下亲情 赶快放亲情 放不下财产 赶快放财产 这些 都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和牵挂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老师念佛 为众生祈福 这个解释就是度他 两件事 一个是自度 一个是度他 你要想度他 首先得要自度成功 你自己度不了自己 你想度他 那是空话 假话 所以这是要做的第二个事 怎么能要把这个事做好呢 我头两天我说了三部装 供大家借鉴 这是我听师父讲经说的 我学来的 就是你心里装什么 师父不说吗 不要当垃圾桶 那咱们这心总得装吧 装什么呢 只装阿弥陀佛 不装什么 第一 心里不要装人 装人 正爱多 诶 证恨的那个 证 诶 爱 证爱多 这个说重一点的 如果要说轻一点呢 就是喜欢不喜欢 让这么说 大家都明白了 你心里装了好多好多人 总有你喜欢的 有你不喜欢的 有喜欢多一点的 有喜欢少一点的 所以你心里你要装着人 你就正爱多 第二 心里不装事 装事 是非多 是不是这样 你们对的号 诶 这个事 那个事 不是这个事 对了 就那个事 错了 诶 所以心里 我现在就是 师父讲了 我听明白了 我就努力 向这方面做 我也不装人 我也不装事 这是第二 第三 心里不装物 装物 贪恋多 你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你吃汽车呀 洋房啊 什么什么 就这些物吧 你就是贪恋多 舍不得呀 是不是这样 咱们那个都有切身体会 心 无所装 就足了 就够了 哎 只装阿弥陀佛 你这样清清凉凉的 我总想 就是一个容器 透明的 你这也装 人也装 事也装 物也装 那个容器 肯定是杂乱的 这些个都不装 只装阿弥陀佛 非常清净 心里没有事 你装阿弥陀佛 干什么 刚才第一个事 是自度 自度完了以后 你一定要为虚空法界 一切苦难众生 祈福 你是为众生服务的 不要自私 不要为自己 所以这两件事 一个自度 一个度他 就是我 现在我觉得是 我们作为 学佛的同修们 当前应该 做的两件 最重要 最紧急的两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往后排 这是 闲言杂语之三吧 就是当前 最重要两件事 第四个 是闲言杂语之四 两个远离 一 远离诱惑 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了 诱惑太多了 别的咱们不说 就是说这个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的诱惑 实时就在你身边 你能不能够远离 你还是喜欢 人的欲望 没有止境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自己和我自己比 哎呦 非常满足 我总想 我过去 爸爸妈妈姐姐 就四个人 住一扑小炕 然后结婚以后呢 我是和我公公婆婆 也住一扑炕 就农村就是 虽然是住在市里 但是睡那个炕 住了房 就是草房 完了就是一扑炕 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我爸爸就在中间 整个木头板 隔开 公公婆婆住这边 我和我丈夫住这边 这个炕 总共也就是 两米多 那就实际 隔开以后 就能睡俩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后来逐渐逐渐升级 这一扑炕完了 我记得我再升级 我住一个六米的屋 所谓的屋吧 六米 我再升级 我又长了两米 我又住了一个八米的屋 我再升级 我又住了一个十多米的屋 最后我调到省政府以后 人家给我分了一个房 后来人家跟我说 谁都不要的破房子 分给你了 你还当宝 因为是俩屋一厨 我第一次去看 一进去以后 我真又像那个 刘老老进大观园了 哇 咋这么大的房子呀 完了人家说 你看没看 别人都住啥房子 我说没看着 咋这么大房子 四十六米 对我来说 那是老大房子 就赶上皇宫了 就是这样 你说你和你自己比 你不就满足了吗 你有啥不满意的 反正我比较自在 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我从来不跟人家比 人家住什么房子 什么车 怎么回事 和我都没关系 那我冲上 苏州他们拿好车接我 我不认识 人家问我说 刘老师 人家知道我 我肯定不知道 刘老师 你知不知道接你那啥车呀 我说啥车都四股了 能拉人跑就行呗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诱惑 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你怎么样来对待 那你看我过去在 在那个省政府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 就是一个工作狂 家里的事基本上 过不差 完了还 什么时候也没捞着 所以人家说你 那个权力搁在你那都浪费了 说有钱不用过期作废 我说不用过期 现在在我这就作废 因为我不会用 所以这样倒挺轻松的 那个那种诱惑吧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佛福尔 那时候就已经加持我了 对我一点作用不起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一不喜欢钱 二不喜欢权 这两样东西是恰恰是 当前人们最喜欢的两样东西 我恰恰不喜欢 所以我就别人 别人活得潇洒自在 嗯 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明文立养的诱惑呀 这种各种各样的 五一六成的诱惑呀 我就发现有 有很多人 为名所累 为物所累 太累的话 活得很不自在 比如前些日子 有的也是学博的同修爸爸 我曾经说 所以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你不问我 我不知道 你要问我 我建议你 还是留在国内 你的根在中国 我一向是这个理念 你的根在中国 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外国去 反正总总的诱惑吧 真是你现在 你看电视 那个电脑吧 什么电网我是一窍不通 我有一点不明白 我从来没看过 我知道有这个 有网 我说这个网 反正在我印象中 把好多那个大人都网进去了 比如说那些孩子们 都叫这个网网进去了 那是个傻网呢 太坑人害人了 我说如果谁能管这个网 能把这个东西制止了 他功德无量 真是这样的 哎呀 你要说咱们修行人 学佛的人 得做到两安 一个是深安 一个是心安 现在咱们学佛的人 有多少个这两安能达到 说我身也安 我心也安 您不说吗 深安则道龙 你才能行道 你身不安心不安 你道肯定是不隆的 你怎么样能够深安 能够心安 我的感受啊 我两条 一不求人 第二不怕苦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我长这么大呀 最大的那个特点 我就是不求人 我老伴说我是万事不求人 什么难 什么苦 我挺着 我扛着 我不求人 我可体会到了 过去师父 曾经讲 说那个两难 一是登天难 二是求人难 我记得师父讲法的时候 讲过这个问题 那个登天呢 我没登过 我不知道他难到什么程度 这个求人难呢 我体会到了 我真求过一次人 求到什么 不是人家难 人事事真给我办了 是我难 我不知道这个礼怎么送 这个话怎么说 我老伴给我一个任务 要调转工作 必须得找毛领导 还告诉我 你得买礼物 那时候我已经调省政府了 我说买什么礼物 告诉我买两条 卧虎毛毯 那个时候 八几年 八四年 八五年 好像卧虎毛毯 送礼还是名牌吧 告诉我买两床 我就上邱林公司 买了两条毛毯 拿回去了 那得遵命 拿回以后 我说你自己去送 他说不行 我没你面子大 给你去送 我说这个我不行 我不会 那不行 第二天还必须送 我们家门前 那个楼前呢 有一条道 那条道大约能有500米长吧 我那一夜 我没睡觉 没睡着觉 极力满嘴 其他泡 我就在这条道上 从这头走到那头 从那头走到这头 心里就想着一句话 明天这里怎么送 话怎么说 就折腾我一宿 第二天 这我老伴逼着我 还得送啊 你说我就拎着这毛毯呢 去找我们那位 一位领导 到人家敲门 手都哆嗦 一敲门 老伴给我们开门了 认识我 小刘 干什么来的 我说来送礼 你们 你们一听我这话 就不会办事吧 你说我来窗门也行啊 来送礼 直接 这个目的明确 进来吧 进来吧 这手里低着毛毯 往哪放啊 心里突突突突突突 一看他们开门 那干脆 塞到门后吧 我就把这毛毯 就搁到门后了 人家一捞两口 跟我当时心平气和的 唠了家常 可能我这人缘比较好 您跟我说的 都挺亲热的 但是我没心思 跟他们说呀 我这要办我这个事啊 我一送礼 二是求你把这个事 给我办了 我这两目的 非常明确 完了 领导说 刘 你是从来不创门的人 你来了 是不是 有事啊 我说是有事啊 我是今天两件事 一是送礼 二是求您 给办个事 直接了大说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老伴也调工作 完了说呢 那调吧 调吧 哎呀 我这求人还行 不是那么太难 结果这个事 真给办了 把我老伴的工作办 但是我就想想 就我自己 那心里那种感受 我实在是太难过了 哎呦 后来我跟我老伴说 我说再有这个事啊 你可千万别让我去办 你让买啥 我给你买啥 你自己去说 去办 我老伴说 下巴我不办了 再有事 你还得给我办 我说你看 下巴不办了 我说能不能不办了 他说争取不办了 所以这个 这是 这个远离诱惑 你说怎么个远离法呢 这我在说说 我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我是什么感受呢 就是第一个 与世无争 与人无求 我解释解释 远离竞争 反正我这一生 到现在为止 我没跟任何人竞争过 别说竞啊 就争我都没争过 所有的好事 凭什么模范了 什么涨工资 通通我都让别人在前面 我都往后退 我就想那好事啊 谁喜欢给谁 你涨工资 你比如说你 名额很少 你一个人涨了 那么多只眼睛都盯着你 那滋味也挺难受 所以这些好事 我都不沾边 但是有时候 他就给你找上门 让你推都推不掉 我有次在小学当校长 我们学校有一个 一个名额涨工资 还必须给工办老师涨 完了我又是工办的 我那天呢 组织各学年组投票 七个学年组 六个学年组投的我 一个学年组没投我 那我想很正常啊 因为什么 你是校长啊 你坐上去收票 人家来交票 你看校长给他收票 你不想投 你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得了六个票 我一看这不行 全校我们那时候 是95个员工 就一个名额 然后你就一个校长 完了这个名额 就得你校长长 我觉得这个不行 工作是大家做的 怎么能你校长 一个人长这工资呢 所以我就 我就想 给我们一个老会计长 因为他已经 面临退休了 以后再也没有 这个长工资的机会了 因为那次长工资 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 十几年以后 第一次长工资 我还记得吗 长了八个钱 后来就涨着一级工资 我就把那个选票啊 撕不撕不扔到垃圾楼里了 我就给我们老会计 写了一个文字材料 拿到这个材料呢 我就去参加教育出这个 最后拍板订那个会 我当时我们书记没在家 就我自己去的 去了以后 我一听别的学校的 我就有点傻眼 因为傻眼别的学校 报全职领导 到我们学校了 我说我们学校 是毛毛老师会计 领导说 听没听到 前面各学校怎么报的 我听明白了 在可琢磨琢磨 重报 我还是说这个会计 后来给我们领导 气得到什么程度 散会 休会 叫休会 休会 回家吃饭 因为开了一下午了 这就到晚上 说休会 回家吃饭 饭吃饱了 吃明白了 再回来汇报 这不还是卡在我学校这儿吗 那算休会了 回家吃饭呗 吃饭我吃明白了 我就把我书记找去了 我说书记 赶快跟我一起去开会 你要跟我意见一致 咱俩一起说 就是给谁长 他说行 我俩去了 去了 二校接着说 完了 这个 我书记你说 我让我们书记说 那些女的 我说 我说你说 他说那个 我们学校经过评议 一致推荐 毛毛毛老师 完了我们那个教育处两位领导说 这吃了一顿饭还没吃明白 回来还受这个话题 完了就接着说吧 说到最后 人家看过 这也不开 这脑袋也不开窍啊 后来我们领导生气了 说这样吧 那个 二校这个名额 让出来 你们学校这个名额别 别要了 我跟我们书记 还做 我一说 我说 我宁可让出去 咱也不报领导 完了 我们书记说 行 我同意 所以我说 我同意 让出去 这样就让出去 你宗小学教育科科长 哎呀 睡呢 你把那个名额给我吧 我们还 一个名额还不够 他就十来个人 他有个名额 他在要我一个名额 完了可能 初领导我姑子也是跟我怂气呢 说那行 二校的名额给宗小学教育科了 这样他就 两个名额 我的95人就一个名额没有了 但是我心里轻松啊 我先玩 他反正你不能给我长 就这样回去 我就跟老师有个交代 我说咱们这个名额 让出去了 为什么让出去了呢 因为教育处整个名额不多 摊不上每个学校一个 那那一段我不能说呀 我不能说 我报的谁也领导不让 我说名额不够 所以咱们就发现发现风格 把这个名额就让出去了 这么就我也跟老师也交代完了 我就以为这事过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 都没有半个月吧 就公布了张名单 长公布名单 我就在那名单上 我长了 哎呀 我怎么回事 我名额都让出去 怎么我又长了呢 我就去找领导去了 人家工县队长 那个李师傅吧 反正看我像小孩 对我真是挺好的 我说李师傅 我那名额都让了 怎么我又长了呢 完了李师傅说 你说了算 还是领导出了算 领导手里有个机动名额 那个机动名额给谁长呢 就领导出了算 那你那个让是给 让给张亚继教育科 教育科也真是长俩呀 但是这个机动名额 就给你长了 这下我傻了 我回去跟老师咋交代呀 你都说名额让出去了 完了一公布 你涨上了 涨了八块钱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反正你是涨了 是不是这个 那我就不支撑了 我就跟领导说 我说你们要 让我继续当校长 把这工资给我拿掉 你要想把我调走 你这工资 你就给我涨着 还不能给你调工作 工资还得给你长着 回去吧 结果打不回去了 哎呀我就特别难堪 不好意思 我就见老师 我想我都矮半截 后来我一个 比较要好的老师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 他就跟我说 思云哪你咋搞的 你说你说把名额让出来 最后你自己长了 你怎么说瞎话呢 你这些老师议论纷纷 说刘先生竟骗咱们 我说他说 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解释 我说没法解释 咋子也是也是涨了 我说就这么地吧 就一直到现在 就一直到今年吧 我和二乡 有几个老师见面 我就唠嗑唠起这个话题 他们眼睛瞪眼了 哎呀刘小长啊 这么多年了 你看那时候是78年 又是79年吧 说这么多年了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说知不知道能怎么对 反正我公司是涨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事我就想 但是我心里一直挺坦然的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曾经要争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我这大半生吧 就是真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 我觉得这样做人 你心里会比较坦然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那不知足就常累呗 它是对应的 这个知足常乐呀非常重要 这个词谁都知道 但是做起来好像是比较难吧 有那么一句话吗 说万事知足心常乐 人道无求品色高 世事茫茫似流水 休讲名利挂心头 万里长城今尚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一读这一段话 大家都听得很明白了 是不是 咱们就说前两句吧 万事知足心常乐 人道无求品色高 你这两条做到了 你的人生就很美满 很幸福 你会活得很自在 很潇洒 还有一句话说 说知足的人 他虽然是卧在地上 哎就躺在地上吧 他也觉得很安乐 所以不知足者 随处于天堂 他也不成心如意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失去福时放之吃 他生活在福里 喝着蜜糖水 他可能都不觉得甜 哎 当这些都失去的时候 回想起来 他才觉得 哎呀 一切都过去了 知道的很晚了 说为人生为什么苦 我看我周围的人 看我的亲旁好友 同学同事 我就总结一句话 就是 人生有求 即多苦 你有求 有求得到的 有求不到的 求得到了呢 你怕丢了 怕失去 提心吊胆 求不到的呢 你就生烦恼 所以人生有求 必多苦 你没有求 你就苦少 甚至你没有苦 就是 知足 常乐吧 你比如说 我再举一个 就是不知足的 你比如说 有些人他喜欢什么呢 喜欢听人赞叹 他这也是一种 不知足的表现吧 别人一赞叹就高兴了 别人不赞叹就不高兴 我说这样的人 他是什么 怎么个毛病呢 可以说 他是比较脆弱的人 为什么说比较脆弱呢 他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只有别人捧着他 哄着他 他才觉得心里踏实 别人一不赞叹他 他就觉得很失落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也是一种 知足常乐 你不要和别人比 你总军不这么说吗 说那个 你和别人比 你永远 比不完 你不会满足的 你不和别人比 你和自己比 你会满意的 会满足的 你就不泪掉了 这是知足常乐 第三个呢 我就想就是怎么样做到深安心安 就是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 我过去曾经讲过 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清贫也是福啊 安于清贫 安于寂寞 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当你切身体会到的时候 你才觉得原来换一种活法 更快乐了 那个不说吗 寂寞一修道 就是不要吐热闹 我为什么我一再强调 我自己我要沉下来 要静下来 我让同修们也沉下来 也静下来 因为这个利于修道 说内外皆寂 就是你里边和外边 你都寂静 心静一如 你的心和外面的环境 是一如的 这个可以说 是妙气手楞严定 大家不都经常谈禅定吗 这手楞严定 是大家很欣赏 很赞叹的呀 就如果你能达到内外皆寂 心静一如 视为妙气手楞严定 如果你能详住你这颗心 你就一切自降福了 所以这个 降福这颗心很重要 我那天 想了四句话 这么说的 说五着恶事苦海茫茫 这个茫呢 就是草在头的那个茫 五着恶事苦海茫茫 第二句是颠倒众生 陆陆茫茫 茫或者那个茫 就是茫茫陆路吧 把它颠倒过来 陆陆茫茫 第三句是 有目不见 两眼茫茫 这个是那个 盲人的那个茫 上面一个茫 下面一个茫 前面是苦海茫茫 第二个是陆路茫茫 第三个是 两眼茫茫 第四句是 心无所欲 终日惶惶 好像是当前对人们的一个大写照吧 你看现在一千人们是不是这样 尤其是第四句 心无所欲 终日惶惶 现在很多 多少人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怎么办 说心无所欲 必然是活得很累 他心里不踏实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没有安全感 现在 大人 包括孩子 就电视里演的 就是我偶尔能看到的 好像很多人都得 叫忧郁症 也叫抑郁症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病 忧郁 有的医院专门治这个病吗 所以为什么忧郁 为什么抑郁 就心里没底 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 我自己身边的人 就有这样的例子吗 想起过去的事 没有一件满意的 想起未来的事 没有一件 好像脱底的 就当前这个 他就抓不住 所以我就说 我说哎呀 过去不满意 未来没有底 现在你就苦着你自己 你说人的一生 要是几十年 就这样过去了 有什么意义啊 为什么这么苦啊 求的是什么呀 你比如说 现在年轻人 出的下 成家立业 呼声最高的房子 现在这房价飞涨 年轻人参加工作时间不长 大概买一个房子 现在没有五六十万 下不来吧 我不太知道价钱 反正现在我知道房价挺贵的 所以就这个 哎呀 你要在贷款买这个房子 将来就得还账 所以现在人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咱们怎么样 能够把自己 从这个高压之下解脱出来 学佛 念佛 哎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自己就轻松了 就愉快了 在这里我要说几句什么呢 就是 你比如说有的人 不是爱争吗 所以好事呢 您说一件好事 需要我 需要你 需要他 大家一起来成就 最有多好 大家都高兴 都受益 现在你往往是非非得要分别个 哎 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有成见 你这样大家不就活得累吗 你要是转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实际无限宽大 就看你怎么快 看换一种立场来带人处事 都很清安 人和事没有不清安的 就你掉一个角度 还有我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欢喜心呢 是一种涵养 能令周围的人 假如说谁接触你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接触你就觉得好像 如遇春风一样 有一种喜悦感 你这个 你就成功 你的人缘就好 反正我这人可能是 就是心里也没事 把什么事都看得很淡很淡的 嗯 我觉得我人缘还可以 反正跟我在一起的这些通修人们 还不讨厌我 反正比如说我和小雕 我俩在一起吧 我俩也打仗 打完拉打 他也说我 我也说他 反正 他弄完笑话 错没有 完了我就下楼了 下楼我想出去 完了没出去 我就又上楼了 他 给屋里找裤子呢 说我裤子没了 那因为你是不是穿着我的裤子呀 我说我穿我自己的裤子 一看不对 我裤子和那个沙发上放着你 他裤子给我现在穿着他找裤子呢 脱错了 脱也给你 哎呦 哎呦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在一起啊 这样吧 挺好的 挺快乐的 嗯 我不喜欢 就是哎呀 什么事呢 张大骑士 你这个对不对 那个错不错 嗯 说的 今天我们几个溜达之后 我不说一句吗 我说事实上 本人 本屋 那个 好与坏 都是分别在作怪 你说好来他就好 你说坏来他就坏 这不是起心动念吗 那你为啥不不想的好呢 你想好他不就好了吗 他就不坏了吗 嗯 就是 就是说说到这儿吧 我就想 他有这么几句话吧 放下 放下什么 就是 明文立养要放下 作为咱们自己修行人 应该做 纯净 纯善 佛菩萨 你如果你能做到 纯净 纯善了 你肯定是佛菩萨 牵着这个 挂那个 背着包袱 走回家 就是 这四句话 忠心就是告诉大家 放下 人呢 都有 都有贪念 但是人还真不能有贪念 有贪念确实害死人 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 我那一个同修的妈妈 她在机关工作 是搞什么呢 医药管理局 医药管理局 管医药 在这个单位工作 我听他们唠车说那个意思 有两方便 就是吃药方便 为什么吃药方便呢 吃药不花钱 还竟吃好药 我听了以后 我心里就想 这别的便宜可以占 这个药还可以占便宜吗 那哪有占这个便宜的呢 我这么琢磨着呢 人家的故事往下讲 我就坐那听着呀 说因为常年累月吃好药 完了就得病了 得个癌症 说一个一线头 那个长癌 什么三交叉那个地方 非常隐秘那个地方 长个癌症 这就是一个手术啊 还是不手术 最后一开始决定不手术 就是保守治疗 后来家里可能经济条件 各方面都不错 说不手术吧 还不放心 那就做吧 就做了 做手术一打开以后 医生就说 就说做手术的时候 特别怕找家属 说一找家属就有事 不找家属 做完推出来 那是正常的没事 所以说他们家人 给那个总郎坐着等着 提心料打 就怕医生出来 找家属 哎真是 一会儿人就通过小窗口 就找家属过去了 过去就说 说现在老人家这个癌症 已经不是主要病了 退到次要位置了 那什么是主要病呢 说中毒性肝坏死 就是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好药 把肝吃坏了 就中毒性肝坏死 所以那怎么办呢 就是最后 征求家属的一件 原样就缝上了 就哪也没动 就已经不行了 就缝上了 所以我听了这故事以后 我就想这人怎么可怜 这么悲哀 你说有点什么东西 你要是起点贪心 别人还多少能理解 你说这个药 是个什么好东西 老人不都说吗 是药三分毒 说你 你把这个 因为不花钱 我随时可以吃 我还竟吃好药 你当做一个好事呢 最后 我听说 好像没有几个月活头了 嗯 因为你看 太太又圆样缝上了 肯定是不行的 再一个 我这个想说说 就是 第二个远离 第二个远离 我第一个远离说远离诱惑 第二个远离说远离是非 这个远离是非啊 我为什么还想说说 因为现在 每天接触到的全是这个话题 就是没 没有离开这个话题的 这个是非呀 也真是害死人 但是有智慧的人 他怎么样对待这个是非 我说 第一个 你要大度能容 咱们学那个迷勒佛 度量大大的 笑容多多的 你做到这点 你这个是非 他基本上就 不太站你这边 我过去说过这句话吧 就是 人与你斤斤计较 是人不如你 你与人斤斤计较 是你不如人 让别人和你计较 那是他不如你 他和你计较 反过来 你再和人家计较 那你就是不如人 那咱们修行人 是不是在这方面 也给大家做个榜样 不要计较 有啥个计较的 什么长啊 短啊 对啊 错啊 都是假笑 你就心里明明白白的 你还去往那个窝窝里跳 那你傻不傻呀 所以我就是 不太不太会跟别人计较 别人跟我计较 你要的我都给你 你喜欢的我都给你 你要的我不要 我这点我也是向师傅学习 你不喜欢的 你不要 那我要 你要的我需要的都给你 你要的都给你 你就这样 还有啥可计较的 所以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他拥有的多 而是他计较的少 他没什么快乐 不是他有多少财富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他不计较这些个东西 师傅这两天不说吗 不做别人的垃圾桶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恭敬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你不恭敬别人 你自己想庄严 你庄严不了 你不善待别人 你也就是不善待自己 你把这个 这个关系把它搞明白了 你自然就有智慧了 我我我做这几条啊 这几句话 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我是一不看是非 我看不着是非 谁和谁是 尤其是谁和谁啥关系 我一概不知道 我从来不研究 不看是非 这一定要排第一位 你看了你肯定 你就会起心动念了 第一个不看是非 第二个不说是非 别人家一说张三如何 李四如何 你赶快凑到跟前去 帮着人家天天油 加加醋 也跟着人说 第二是不说是非 第三个是不传是非 到我这就话句号 你说啥 我听着 我这儿听那儿冒了 没冒过去的 到我这儿也话句号了 我绝不会再传给第三个人 不传是非 传是非 那我们北方话叫扯老婆舌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说有德行的人 要把自己的身心 修养的完美 还有这样的 做法 就是 这是有人总结的 说是非窝里 你说咱们每天接触的 可以说 就是在是否窝里 每个人都面对这种情况 怎么做呢 有智慧的人 是这么说的 说人用口 我用耳 说别人说这些是非 你也在这是非窝里 就是人家用嘴在说 你呢 用耳的听 听完了过去 你这是有智慧 说热闹场中 特别热闹的地方 说人向前 我向后 我不往跟前凑合 说我不凑热闹 你说口舌场中 无我分 就没有我分 我不站边 这是不是都是经验 口舌场中 无我分 是非之地 无我踪 没有我的踪影 那个地方 你找不着我 你说你这些个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名言吧 对我们每个人就是 怎么样来远离这个是非 都是很有帮助的 说莫说他人短欲长 说来说去自朝阳 若能闭口身藏蛇 便是修身第一方 祸从口出啊 下面再说说 闲言杂语之五 这个呢 我想说一说 就是要旋准方向和目标 不要跟风跑 我这个 这里面讲三个一 第一个一 是一心念佛 末幻题目 为什么我想说说这个题 因为现在真是情况很复杂 人们这个心呢 定不下来 没有主意 我 气愤吧 去五大连池 宗灵寺去看我的 第一个师父 觉悟法师 老人家生病了 想我 托儿烧信 我就过去了 老人家就问我 苏云娜 你在干什么 我说在念阿弥陀佛 老人家说 好好好 念阿弥陀佛好 他说 我身边呢 有的老居士 念了二三十年阿弥陀佛了 已经念得很像样子了 但是现在就改了 改到别的 念别的去了 我说师父 那改念什么了 师父说 白连教 我不知道 白连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能去忘加评论 我在这里想说的 就是一心念佛 不要换题目 说我们这些老菩萨们 时间是 已经很 很紧了 不多了 你要再换来换去的 真是没有时间了 你把大好的机缘 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我自己 我就是死心塌地的念阿弥陀佛 死心塌地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要在这一生了生死 出六道 出世法界 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也都不是事 一定要放下了 千万把一心念佛 这个事 摆到第一位 一心念佛 再加上改过 光念佛 不改过 不行 一定要改过 这个习气难改呀 难改也得改 你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光念佛 不改过 你去不了 一定要改毛病 改你最难改的那个毛病 从那开始 你觉得你哪个习气最重 你就把它放在第一号 先从那做手 就是批评自己 就像拿刀扎似的 一定要扎到疼的地方 你不疼不痒的 你不在意 所以一定要是 一心念佛 末幻题目 要老老实实地改过 这是第一个习 第二个习 一门精进 常识寻修 这个这句话 就是我从03年 接触到无量寿经的光碟 和接触到无量寿经的经本 我听的好像在我印象中 解决问题 最快的就是这个 就这句我最先听懂的 我为什么将近十年了 我一直是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就是在师父讲的时候 就这一门精进 常识心修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书 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我反复地听这一块 我就想一门是什么 精进是啥意思 啥叫精进 然后常识熏修 我就自己举个例子 我记得南方啊 他们爱爱熏肉 熏肉底下歌文火 呼呼那么了着 那叫熏 常识熏修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这句话 是我读无量寿经 听无量寿经 最先理解的 所以这些年 我就一直按照这个去做了 就没有改变 所以我就应该说 还是受益了 就是无论是法门也好 还是你读的经论也好 现在一定要旋转 不能经常变换 这是第二个一 第三个一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听一诗之言 听一诗之言 就一个老师 我记着我 佛门 我三个老师 第一个老师是觉悟师傅 觉悟师傅是修净土的 他老人家就告诉我 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第一 接触的第一个师傅 就是正知正见正修 是觉悟师傅 把我引进佛门的 就是第一个师傅 第二个师傅呢 是一个密宗上师 相跟拉玛交 活佛 十五世 四川塞达的 我见过师傅两次 当时不是说 我想拜师傅 认师傅 就是一个机缘 我去了 见着这个师傅以后 当时我记得 屋里一共十几个人 他就说的那个话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怎么理解 我就觉得那天师傅 说的所有话 都是对我一个人说的 我就这种感受 他那汉语又说的不好 我得仔细的听 但是就觉得 哎呀师傅说的都是我 也就恰恰是这个 密宗的一个上师 他告诉我 读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你说我这语言是不是好 你说按道理 密宗上师应该教我持咒 师傅没教我持咒 到他 我见他两次 师傅往生了 四十六岁往生的 往生之前 在我师兄那个无量寿经 那个经书的肥业上 我师兄让他给写上了 你上师你不教我们持咒 你教我们读无量寿经 那以后我们怎么解 是不是 那是你说的吗 你要是敢说 你把它写上 反正我师兄和那个师傅比较熟悉了 师傅说写写 完了就拿一本无量寿经 就在肥业上 师傅就写上了 就是读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把他名字也签上了 相跟 阿弥陀佛 也签上了 那人那本书 现在可能在 在我师兄手里呢 所以我就说 三 你看 然后就是 敬虹老法师 你三个师傅 对我的 教诲 是一致的 都是 让你念 阿弥陀佛 一点没插样 所以我 如果说 在这之前 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 那时候我不知道 什么叫佛 什么叫佛法 什么是佛经 我全不知道 我九一年 请观音菩萨以后 我就 我就以为 甚至那时候 我把七宫都当成是佛 没有那个明确的概念 所以东跑西天的 也 看了不少师父 也拜了 也看了不少人 反正一说 哪有大德 我就去了 所以现在 我为什么告诉同学们 别乱跑 老老实实在家里 念阿弥陀佛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 一是 听一是之言 信一个师父的话 照一个师父说的去做 我这个三字 就是听 信 做 都是 这一个师父 所以现在呢 就是 拉法师 反正我从 去年 四月五号 四月四号 见到师父以后 就觉得 是一种 缘吧 反正 可能 多生多结 我和师父 就是师生关系吧 我就一直是师父的学生 所以这一生又碰到一起了 师父一看我 这多少事了 还得六道里 孤了呢 这太不争气了 所以现在紧着低了我 紧着低了我 这所以把我讲成名人的心 这回我把你讲成名人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做 你得做 学 不做 也得做 哎呀 我就想 不能让师父 伤心呢 这一生 一定得修出去了 再不修 真谁都对不起 在我心目中 真是老法师 就是我的老师 我虽然有些形式的东西 我不太会 我也不太愿意 做那些形式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 我内心 我对师父是非常非常敬重的 最后 给大家说这么几句话吧 也算是对同学们的一个供养 就是 念念阿弥陀 心心极乐土 具足信愿行 今生必成佛 我再说一遍这四句话 念念阿弥陀 心心极乐土 具足信愿行 今生必成佛 还有另外八句话 说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八万四千门 门门皆禅定 一句阿弥陀 既是深妙禅 佛法 妙妙妙 皆在佛号中 就最后两句 你要记住了 你要信 你去做 你就体会到 那个境界了 就佛法 妙妙妙 皆在佛号中 很多居士问我 怎么修得利 我说就那四字最好使 关键是你信不信 你做不做 你真信真做 就阿弥陀佛四个字 就解决根本问题 就解决你成佛的问题 那你非得贪多 这个经我不读 我也对不起谁谁谁 那个经不读 我也对不起谁谁 那佛菩萨 我不读地藏经 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不高兴 我不读普民品 关键菩萨是不是也不高兴 我说佛菩萨要是这样 他就凡夫 那你这个不高兴 那个不高兴 我说那是凡夫之见 那不是佛菩萨之见 你就老老实实 念这四个字 二六失踪 心里就装这个 你今生不成就 那不可能 那佛菩萨能撒谎吗 能骗人吗 能打妄语吗 是不是 今天 讲了这个闲言杂语 是闲言杂语 也非闲言杂语 但愿 在听者那里 能够起到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闲言不闲 杂语不杂 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 就阿弥陀佛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网友